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Ava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老四推車 你們看到封面進來就知道了 1985年的BMW 520i 老車通常點擊率不會太好 可是還是要拍 我們拍影片拍到有使命感 可能我自己找的啦 我想說為什麼 我們介紹一些老車 想要讓這個年輕朋友們 像阿呆這種年紀 會比阿呆更小的 20歲左右的 甚至是學生 高中生 都能夠多認識一些老車 所以如果小朋友 學生 你在看這個 小吃老吃在介紹這些老車 大部分都是你父親的年代 會知道的車 這樣跟你爸爸就有話聊了 大概就是類似這種道理 好不好 那這個是一個王先生 割愛給我們的 他來跟我們換 年份很新的國產車 其實通常都是這樣 你知道嗎 老車玩久了 因為要照顧它 要照料它 所以這個花的心思很多 那你一段時間之後 自然而然就讓給下一個人玩 那我就好好的來 把車當作交通工具 不要再花多餘的時間 跟精神在車子上面 然後就換下一個人 Takamu Ratio 甜蜜的負擔 對不對 一定有人會接手的 好那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1985年的這一代的這個 520 這一款的520呢 大概叫128 128 134 對134 139 160 就5字頭的 然後E完了就F4代 所以它是ABCDE FG嗎 真的耶 所以下一次會是H嗎 有可能啊 對不對 我現在在算這個答案 128 134 15系列就128 134 然後這個139 160 然後就變成F10了 還是F11 反正就F4代 再來就G4代 滿有趣的 原來是這樣子 那時候的新車的售價 大概是110萬左右 那個年代的110萬 我相信可以買很多東西 車重 1240公斤 馬力125匹 它這個算是後期 欸 它這個是後期引擎喔 我們這台是125嗎 我們這台應該是129的喔 對啊 1985是小改款 剛好卡在中間 所以它也不知道是哪一個 對 好啦其實也無所謂 第一個X4P沒感覺 第二個 它都40歲了 我覺得我開來的路上 我覺得大概像100P而已 好你也不能開快啊 就慢慢開啊 好大概就這樣 這個就是那時候 比較流行的 鯊魚頭嘛 我覺得那時候的鯊魚頭 是比較侵略性的造型 所謂鯊魚就是它的上面 比較凸出來嘛 所以它會做一個 第一個從上面看 它是一個尖角 尖角 鍋貼嗎 嘴角 哈哈哈哈哈哈 又叫鍋貼 對對對 會有一個尖角 然後呢 你看喔 它這個BNW的鼻頭是斜出來的 現在都平面對不對 可是它是上面凸內收 收進去以後呢 連保險桿都有做一個尖角的造型 經典的四元燈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它就算呢 後面再改款 它可能有改成方燈的 但是呢 它的方燈裡面都會做雙圓 就是外面是方的 裡面還是圓的 對裡面還是會做雙圓的 天使眼光圈 比較現代它就會改一點 但裡面呢 基本的元素就是四顆眼睛 而且啊那個年代的這種圓燈 都是黑拉做的你看 它這有標籤是黑拉 這個牌子上我們年輕的時候很有名 黑拉 在做頭燈的 做燈具的 然後那時候都是鐵保險桿 非常的硬 那時候 那個年代的保險桿是殺人武器 現在的保險桿是保護的 因為軟的嘛 然後下面呢 有方向燈跟霧燈 全部都黑拉的 它連方燈都是黑拉的 當然那個年代以五字頭來講 其實車頭算很短的 那時候的五字頭 大概跟現在的一字頭差不多大吧 但是那時候是五 所以我說車越做越大 側面呢 輪框呢 前車主把它換成這個 Volbet 這個是德國旅圈 這個感覺有一點這個 鈍啊 那怎麼講 生存 有一點內拗的感覺 然後這個有一點類似那時候 那個年代很流行的那種 如果是賓士就是大餅圈 我以前有裝過耶 我以前的C280我就裝大餅圈 還電鍍的 很帥 波亮 這個周圍的膠條啊 看起來都 在前車主那邊都有翻修過 但是就是一些這個鍍鉻的地方 這沒有辦法 這真的褪色 這要找有困難 我跟你講老車最難找就是這個轉角 膠條這個轉角這個是最難找 那側面的鍍鉻呢 保持的都還不錯 那時候的車子都做的比較低深 就是比較薄比較低 你們覺得那個年代的車這邊都會做一些什麼 通風網啊或什麼有沒有 可是這邊通風網很奇怪 水會跑進去啊 只是造型吧 這邊有個飾板 滿有趣的 方方正正的 後車廂呢 它這個可以用按的 它只有開上面 哇你看貝品這麼多 你看 BMW的那個工具箱 從那時候就有了 我們 你猜猜看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我覺得有 應該沒有 沒有了 空了 一個都沒有 有 有一個塑膠這個應該是 不知道什麼 把它繞螺絲嗎 還是什麼 這不是要塑膠的 不知道什麼 沒有 什麼東西都沒有 尾燈這個都翻新過了齁 辛辛苦苦去找了材料回來 而且餅箱都還不錯 包括它這個燈殼的一個新舊啊 電鍍的飾條啊 光亮性還有 那時候比較特別的就是這個 中出的 中出的 那個年代已經有M5囉 那個年代我記得M5是雙出 中間雙出啦 很特別啦 但是你不覺得看起來很怪怪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一根 又不是在正中間 有偏一邊對不對 對有偏一點點 看起來就會很不協調啊 不過呢 40年的車了 不管協不協調 開出去都是經典 可是這窗簾應該是後面才加裝的啊 這軌道是後面才黏上去 這不是原來的配備 有沒有 這軌道是黏上去 這個軌道也是黏上去的 好側面這個 這也是黏上去的 那個時代的這個叫六腳鎖啊 都很Hardcore 所以它關起來就會有那個開關 就跟我們那個G-Car一樣 會有那種卡的聲音 它這個年代了 關起來其實聲音還滿紮實的 很響有沒有 這個前車主給我們的時候 它是原廠的方向盤 回來呢 其實這台車我們店內的服務人員 留著當代步車在用 那它把它換成木質的方向盤 可是我怎麼看這木質方向盤 我都想到什麼你知道嗎 Varita 我是覺得不太搭啦 要是我會比較喜歡原廠的啦 好然後那時候呢 比較特別就是它已經有四門電動窗了 好在這個中央的排檔桿附近 這椅子很像下面有彈簧 碰翼一樣 為什麼以前叫碰翼 碰翼好像有彈簧的感覺 它門板以前的老車都做得很薄 你看它全皮耶 上到下全部都皮 對只有上面這個是軟塑膠 把手也是軟塑膠 這個是硬塑膠的 好然後看一下 你看這裡有這個 這就很像冰箱門那個 這個就是開關自內燈的 你看跟冰箱一樣原理啊 從那個時候 你看那冰箱從以前到現在沒進步耶 因為這個最便宜啊 它的車頂呢 塑膠皮的 然後是以前的車都會做一層一層一層的 很像那種告別式的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不知道 上面就會有點像窗簾這樣 有一個弧形 以前就會做這樣 它的大燈開關有趣 就在左邊 它是三段式的 用推的 那有一些老車是用拉的 拉一段拉兩段 小燈大燈這樣 它如果是那個比較高等級的 那時候有什麼 533 535 記得那時候 有一個很神奇的型號 你知道嗎 你有聽過520吧 對不對 525 有聽過 530有聽過 535也有聽過 你有沒有聽過533 沒聽過 真的有耶 1983年的時候 有六缸的533i 後來就取消了 它如果是525等級以下的話 這邊是一個時鐘 它這邊有一個小時鐘 那如果是這個525以上的呢 這邊會有一個那個 這個Check的燈號 它這邊資料寫是這樣 這真的太老了 這台車出來的時候我才7歲 我也不是那麼理解 全車的這個座椅的皮 是前車主翻新的 其實這個前車主花很多錢 很多時間 它開了10年耶 它2014年買的啊 欸它還打了一樣 我覺得現在車主都好認真喔 賣我們車都要打Paper 然後這個 我看還有什麼 喔冷氣 冷氣它就做成外接的 那個年代好像很多冷氣都會 開關都會故障 線路故障 所以就另外拉 獨立的開關出來 以前那個年代的老車 有很多冷氣都是 買來以後才加裝的 我記得印象沒記錯 我爸以前的二代喜梅 買的是沒冷氣的 然後呢 應該是台灣生產完之後 再加裝冷氣上去 原車型是沒有配的 好然後這個也有一個 蠻特別的 這特殊現在年輕人應該不知道 Blue Pump 藍點的音響 這個也是德國的藍點的音響 現在沒有那麼有名的 而且那時候最出名的是 它有這個密碼卡 Key card 有沒有 你看有個晶片 40年前就有這個晶片了 到現在還在用 對 現在還在用這個晶片 現在信用卡還是這樣的晶片 不是 我跟你講 這一台絕對不是40年前 這台應該是車主後來來玩的 40年前應該是那種復古的 轉的 然後那個電台還是有一根東西 在那個數字裡面的那種 好不好 有老屁股跟我講一下 這原廠到底是配什麼 我覺得這不是原廠的啦 但是這一台機子也是老的啦 但是沒有85年那麼老 卡應該沒有發明這麼久 這卡應該沒發明 反正這一台機器呢 沒有這個卡就不能使用 以前會偷音響啊 你知道 對對對 講到這個 我七歲那時候嘛 我爸開二代喜梅啊 下車是有一個 把手可以一扳 往下一扳 然後這一台整台音響就會跑出來 然後你就抽出來 然後帶回家 他要偷 然後你上車再提著去 車上有沒有 門打開 然後你再插進去 然後再把手往上一扳 他就卡就進去了 然後你的音響就可以聽了 然後後來才發明 面板可以塞下來 終於變聰明了 因為帶面板比較輕鬆嘛 可是以前他們那個年代 覺得提一個音響很帥啊 就跟拿那個大的大哥大一樣啊 你看那個大傻哥 他說帶美國來的表哥周潤發去 然後要把他尖叫 那個就大傻哥啊 然後那個整能專家有沒有 他去大便 然後那個整能專家按一個按鈕 他那個馬桶就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一個百貨公司的商場有沒有 大傻哥就笑了 那個就大傻 以前他就是演黑社會老大的啊 大傻哥啊 所以那個夾一隻那個以前 那個年代是很屌的啊 所以他那個年代不會覺得很麻煩 他覺得提的那個出去是 第一個有車已經很屌 第二個有車還有音響 還可以帶回家攜帶式的 那更屌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在比這些東西 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有這個油耗表了 中間這裡有一排燈號 這個燈號一直沿用到136為止 他保養的時候他會亮燈 告訴你 他從綠到紅 你剛保養完 師傅要幫你歸零 然後他就計算你的里程數 他就燈號會一直變黃然後變紅 變紅就是叫你什麼 要保養 那這個排行桿也一直沿用到136為止 146以後就換成雞腿了 換成棒子了 我覺得那個時候最好笑的就是這個 最好玩最有趣 中毛有沒有看到 以前很多老車都用這種毛 而且這個毛應該比較不容易壞掉吧 除了他會掉毛以外 感覺會很髒 還好手伸機還好 感覺會掉毛 然後他連A柱 A柱都有皮 他的A柱B柱C柱都有封皮 後面空間我來看一下好了 這椅子好彈喔你看 空間大概是一系列的空間而已 BMW一系列的空間而已 就是這樣剛剛好 而且那時候車子都坐很低 所以你看我的腳都是 膝蓋都是這樣尖起來的 你看以前的車都要做這個 煙灰缸 那我覺得這邊有一些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常常有人在講PD5號對不對 PD5號只有1987年跟1988年有而已 兩年那個時候已經是 范德總代理 他要清倉128 所以就弄了一個 類似金裝版的意思 你看行造的年份 87年或88年 這兩年份有PD5號而已 其他都沒有 然後PD5號呢就是這個520 它有幾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輪胎輪圈是BBS的 然後前後都有霧燈 前面的座椅的背面會有置物網 尾燈會有這個黑漆化的處理 本來這個電鍍的地方它全部都變黑化 還有尾燈 PD5號只有三種顏色 一種是銀色灰色黑色三種 然後內裝呢是有什麼 羊毛絲絨布的座椅 要不然其他一般就是皮質的 會有三幅的真皮跑車方向盤 手搖天窗 所以這個沒有天窗也不是 以前很容易手搖天窗 你這樣搖它就先翹起來 繼續搖它就往後退 那個年代通常天窗都是鐵天窗 沒有玻璃的蓋子讓你通風 這車主寫了大概兩頁 我們也是要把它這台車的故事 稍微跟大家分享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2014年的時候 這個前車主他是在 某家中古車廠看到一台這個車子 然後他就跟他聯絡了 他說對方還不錯 他跟他講說 這台車你如果沒有一定的認知 要好好照顧它 要花錢在他身上 你就千萬不要買 那時候他覺得 預情顧重是不是 笑我不敢就對了 就把他去買了 而且還是用拖吊車 從高雄拖回彰化 拖回彰化之後 他這台車放了兩年 然後就去把它 終於驗車領牌 還故意幫他領舊式的車牌 之後他就陸續慢慢的去整理 但是呢 他接下來就是 一路上講說 一路上的 屌恰的過程 那之後 因為他身體 前車主身體 不是嘛 有狀況 所以又放了一兩年沒有開 那之後呢 他的太太 一直都是開那個 Focus的MK1 就一代的Focus 後來被人家 出車會被人家撞了 他才覺得說 是不是 來找小師喔 換台車 其實一開始 他要來跟我們換車的時候 我說不要 我是拒絕他的 你知道嗎 我說不要啦 我真的 我坦白說啦 我們真的第一個 老車真的太多了 然後第二個 我真的整理不了 整理呢 又一台一台要排隊 至少有三台以上的車 整理到一半就卡著 等材料 等修理場 等什麼等什麼 就卡在那邊 我真的整理不及了 我又怕這台車 回來我們這邊 放在那邊 又一樣 慢慢越來越舊 我覺得 他花那麼心力 多心力在這個車上 如果我沒辦法 好好照顧他的話 我實在 再不好意思把人家取回來 所以那時候就 剛好 這個公司有服務人員 對這車有興趣 覺得可以繼續照顧他 那我就說好 那就謝謝王先生 把照顧得這麼好 陸續照顧了十年的車子 交給我們 那當然啦 這個跟我們之前 拍影片的時候一樣喔 就是他看著車 這樣開走的屁股 車屁股的樣子 就會很難過 他也寫在上面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上路去開一下 看看這個40歲的 B&W 520i 開起來到底什麼感覺 Let's go 發意金庫 國色天香溫柔 鹹熟徐海莉 上百種的個性化安全帶 來找想玩車就對了 風紀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有動力方向盤還不錯 但是還是蠻重的喔 你有沒有開過沒有動力方向盤的車 應該沒有喔 應該沒有喔 3.3 3.3 3.3是我的吧 沒有的3.3 對 我們要上高速公路嗎 這可以上高速公路嗎 OK吧 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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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人家也是開上海的喔 原車主也是開上海的 不是我在想說 這個車如果上高速公路 會不會背後面按喇叭 雖然可以感覺到車身的蠟動 第一個因為它很年紀了 1985年到現在30年 40年了 40年了 它比你還老耶 跟差不多耶 跟我差不多 完蛋了 虛掌它幾歲 這個當初它的小改款 已經變成129匹馬力了 但是呢 活了40年了 到現在我覺得這個 吹起來喔 馬力應該大概100匹吧 就是起步還蠻笨重的啦 但是我覺得開這種40年的老車 其實就是舒服開嘛 然後享受路上的人 頭椅也不能算現任 敬佩 敬佩 對敬佩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的人敬佩是說 真有愛 前車主照顧還不錯 所以在行駛上面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它的底板非常的Q彈 我們等一下如果掛在雪水裡面 會不會阻擋交通啊 很恐怖耶 是說前車主也說 它大概幾乎每年都要掛個一兩次做多車 所以它也很習慣了 老車其實就是這樣 你要這個 能夠接受這種吼兒的鬧脾氣 爬坡 我覺得爬坡比較累 那其實在平地的話 100公里沒有問題 現在差不多等100公里 速度慢下來 再坡到上面再加速 就有點辛苦 不過它水溫應該 我聽前車主說它的那個 暖氣應該已經接掉了 也就是現在這個車是沒有暖氣的狀態 那沒有暖氣的狀態 就等於那個水不會流到室內來 那在前面引擎室裡面就很 距離比較短時間就循環回去了 很多就是因為怕室內的風箱 已經漏水或怎麼樣 通常老車很多都會 把室內的暖氣拿掉 截掉 或者是那個熱水管漏水 造成水箱缺水 所以老車很多都會 比如說把水龜拿掉 或者是裝低溫水龜 或者是把水箱加大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老車的那個煞車都沒那麼好 有很多時候不是老車開不快 是其實開很快會危險 你看它現在爬到坡就 Kickdown就比較無感 你這樣踩到底嗎 我沒有踩到底 因為我不太想操它 對啊我覺得這種老車 你把它踩到底 對它很不友善 你想想看一個80歲的老伯伯 你叫它盡全力衝刺300公尺 你覺得它受得了嗎 不過換個角度想 如果一個老伯伯它還能跑的話 其實已經算不錯了 其實底盤還不錯 你會不會覺得以前這種老車 坐過幾台以後發現 其實這種老車都坐很舒服 尤其椅子也是那種類似彈簧那種Q彈的感覺 就是這樣微微的搖晃 其實如果這樣子的底盤 在現代來講 可能會被說是傳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家裡的那種老車 就是那個年代 1980幾年代 你看1985年 我們假設它這台車的年份來講 我也才7歲而已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以前的這種老車 最怕遇到塞車 因為遇到塞車就沒冷氣 以前的那個電機還沒有那麼強 以前汽車的電機還沒有那麼強 所以有很多更舊的車 甚至他們那個風扇有沒有 就是前面散熱的風扇 都要跟著引擎來運轉 所以你一旦呢 你引擎沒在動 走走停停嘛 轉速很低對不對 那你的散熱就會不夠 那你的冷氣就會不冷 甚至你的水溫就會抓高 所以以前到高速公路啊 只要遇到塞車 我跟你講很痛苦 夏天 台灣的夏天又是熱 那當初因為三系列賣的比較多 因為這個在那個時候 我記得一台要110幾萬吧 你知道大概1985年 我爸爸他們買那個木砂的房子 就現在他們在住的房子 還買好像不到200萬 不到200然後這一台要100多 對這台要110幾萬 據前車主跟我們講說 他的在前車主啦 是一個藥商賣藥的 可能是老藥商 其實年紀有點年紀的藥商 證明那個賣藥不管在什麼時間都很好賺 你現在賣藥很好賺啊 看你賣什麼藥都很好賺 藥的利潤是真的滿高的我覺得 要不然你為什麼每次去西藥房 你說他普拿藤 他都會拿一個別的牌子給你 我跟你講 這個成分跟普拿藤一樣 你說欸 要拉肚子 我要買個正路丸 不要買正路丸啊 來來來來 你要吃這個 謝霆峰 比如說嘛 那個西藥房老闆都會介紹你別款 有沒有 每次都會這樣 通常都不會買 原本要買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後來那個開架的驅程師 那種生意會那麼好 因為大家真的被他們推銷推到很煩 我就要買普拿藤欸 像以前很多這個 遇到很多朋友啊 車友啊 他開這種老車啊 其實最常遇到的 最怕遇到的 就是另外一半不諒解 你要換一個角度想啊 今天這個男孩子 他也沒有什麼不良嗜好 他可能他唯一的嗜好 就買台老車 然後慢慢弄慢慢弄 就是他的興趣 總比出去花點酒率好 欸阿呆如果假設 我裝一座不准 我想說假設你另外一半 如果A說 哎呦不要再開這個IS 這好老喔 粉紅色的 那你怎麼辦 我可能會再買一台 但是IS會留級 有沒有 阿呆是一定盡力配合的 我知道啊 所以我剛剛問了你 有點後悔 脫口而出的時候 有點後悔 大家待你下次 那個啊 交女朋友有沒有 他就說 我跟你講 以後你嫁到我家 然後你只要負責 煮飯跟洗衣服就好 哇 很開心對不對 然後你回去你就開 洗衣店跟便當店 結果都 對不對 你就回來煮飯跟洗衣服就好 對啊 沒錯吧 你覺得這個方向盤搭這台車嗎 我覺得這不太搭 對我也覺得不搭 我覺得原廠好像比較 好像比較好看一點 它原廠我記得應該是三幅式的吧 欸 這原本是四幅 這原本四幅嗎 然後前車主改三幅 然後現在改成 現在要被改成木頭 欸我怎麼覺得啊 我覺得它有 我看得到它的油表在動 還是因為現在斜坡 不是啊 我看到它的油表下降啊 剛出來的時候是20超過啊 我才開了多長的距離 看到它的油表在下降是正常的嗎 還是現在是斜坡 我等一下到平地看看 它是不是在20 好那像這種 古時候的車啊 就是會扁平比比較大嘛 甜甜圈的胎嘛 其實它整個那個彈性啊都很好 但是呢 壞處就是它的輪子都會比較小 這台之前 車主已經有把它換 稍微比較接近現代的輪框了 跟那個胎皮也比較薄 要不然正常啊 那個年代啊 都是那種甜甜圈胎 不管是冰式也一樣 因為以前的底盤的那個 做底盤的那個 技術沒有現在好了 所以它要靠輪胎的彈性 來幫忙製造一點舒適性 不過還OK啦 就是那個煞車要什麼 欸剛剛我們拍之前 是不是煞車有可能爆炸 對啊 所以這個老車就是這樣 突然的 前車主覺得 它也整理到一個程度了 到我們手上 該抱管它還是抱給你看 是真的開老車有風險啊 因為真的很多的管子線都是老化的 而且啊其實最怕是電線 久了會硬化嘛 那硬化就呼氣嘛 呼氣就燙電嘛 所以為什麼說家裡那個 房子的那個電線定期都要去更新就是這樣 而且以前的電線的品質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的電線可能它可以耐更高的溫度 使用年線更久 很久很久以前我們曾經那個賣過一台那種 五門的PASA 滿老的也是大概90年 欸 90年出頭吧 賣給一個在台灣的日本人 它買那個旅行車的PASA是為了要去衝浪 在衝浪板 某一年就在 好像就在烏石港海那裡的品車廠 那車就燒起來了 真的就是電線 所以老車車插放沒有錢 不過還不錯欸 就是整個底盤開起來是沒有聲音的 然後那個整個變速箱在換檔也算是順暢的 那引擎燒抖然後燒沒力 欸真的欸 我來到平地它跑到30快到30了 真的欸 差太多了吧 剛鞋的時候掉到20 我就說怎麼可能我看得到那個錶在掉 你說它耗油老車耗油也不至於耗到這樣吧 對啊就是車子鞋 所以可能證明說那個時候的第一個油箱比較小 然後第二個油箱可能比較扁 所以它那個只要一傾斜就 兩側就比較不準確 但我覺得這窗簾好擋視線 我一直想把它弄到後面 可能它最後面就這樣 就覺得開了會有點看不到會有點怕怕的 你看像開這種老車下山 前面紅燈我就很早就開始踩煞車了 怕煞不準 我之前是不是有講過 那個有很多很多的那個下坡 旁邊都會有那個堆煞包讓你去撞 那個年代真的是這樣 我跟你講這些東西就是那個年代做的 那個年代的車就是我講的 它可能沒冷氣 可能沒煞車 可能水溫過高 火散率還沒有那麼好 老車的散熱問題其實很重要 所以老車回來 把這個油路水路弄好 我覺得水路啦 水路弄好應該就是好一大半 散熱做好應該就好一大半 所以我覺得要照顧這種車還是要有一定的能力啦 所以它當初呢 這個修理廠老闆跟他講的話 我覺得如果是我我也會講 其實我之前有很多的 我們整理的一些老車 那有蠻多人會來問 那其實裡面會有很多很年輕的 二十幾歲的 像我們之前也不是為大家圖二齊男的 三二八 狗牌的 一四六 對 那就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來問 我都一律跟他講說 我覺得 不要輕易嘗試啦 然後你知道嗎 那個講到最後他會翻臉 他會有一種你看不起我那種感覺 你現在看我小孩子 你是覺得我養不起買不起 他們會有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但是我真的認為啊 我在這樣那麼久了 我能夠賣你錢 能夠賺錢難道不好嗎 但在我的立場我是在替你著想 對不對 講難聽一點 我們賣那個車也賺不了什麼錢 我們整理花那麼多錢 這種老車 我跟你講我們永遠賣這種車 我們那個什麼愛車大改造 什麼那種車 我們都不會去跟你講說 我們弄完了絕對沒問題 我們只是把它弄到一個程度 你回去要繼續弄 尤其是老車 前車主洋洋灑灑三張 換了一些照顧了那麼多的東西 你說回來我們就不用弄了嗎 不可能啊 剛剛稍早也才弄了煞車有關 一定會再發生的好不好 你沒有絕對的認知 你想說媽的愛小師你騙人 影片拍得好像整理得很豐富 結果我回來媽 每兩天擦車油管就壞了 誰知道 阿彈知道你什麼時候要中風嗎 那你知道我什麼時候要中風嗎 我也不知道啊 我這個年紀隨時有可能中風 不要讓我太激動 因為實際我就走去了 對啊所以誰知道啊 我也覺得我很養生啊 我有在運動啊 屁咧有個屁用喔 畫戲就死了嗎 所以啊真的有時候不是說我們看不起你 不賣給你 我們真的希望 你有做一定的功課 你有一定的認知 不管是國產車鏡頭車都一樣 你就算是TOYOTA超過16年 你以為TOYOTA就不會壞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 小朋友對老車有感覺是很好的一件事 但是我希望這個年輕人 你們還是要去做好功課想清楚 這個回來呢還是陸陸續續 所以要準備時間跟金錢去照顧它的 好了 今天的老車分享就到這邊了 好不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的鈴鐺 分享一下小鈴鐺 咱們下次見 老車真的越來越少人看了 分享一下 訂閱一下 開啟一下小鈴鐺 更多留言 我 ITEM 未來的鈴鐺 太半張了 抽了個影像 平衡手う in 這年是 Punk 進去 measured 我女性公主的 我想要是掛股 可是我怕 我看不到 economic 好厲害 聽哨 看到嗎 欸 有沒有 欸 我上次還說 很久沒有做這個動作 有啊 拿一個停車卡給我喊整 一早就這樣 女生在旁邊 不小心還會這樣 沒小心 你有做過這個動作嗎 有耶 你iS300為什麼要這樣 你不是有倒是眼影嗎 有時候還是想要看一下 有時候那個比較暗的地方 你是不是故意想要趴在女生 手放在女生後面 就說嘛 你以為這樣很帥是不是 我們是不得已的 你知道嗎 我沒意見 我開車我還遇過 還不用吸安全帶的年代 我剛開始考到駕照 剛開始開車的時候 沒有規定要吸安全帶 而且那個時候安全帶沒有伸縮 它整個是固定的 所以你一被扣住 你身體是完全不能動的 你如果要弄得鬆鬆的 那就沒有用了 這個有伸縮的算是比較進步了 那時候有一些國產車 比如說青鳥 玉龍青鳥那時候就沒有了 所以才會有檳榔城鬼故事 這個被夾在外面 亮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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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實的故事 檳榔城請看連結 那個開的時候 亮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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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倒是搖鈴的聲音 好恐怖喔 半夜又在西門町的那個叫什麼 洛陽停車場 那晚上很可怕你知道嗎 那邊晚上很可怕好不好 那邊很陰你知道嗎 洛陽跟額眉都超陰的 你不曉得喔 也許有半夜的時候 媽媽慢慢開慢慢開 亮亮亮亮亮亮 好 慢慢開 亮亮亮亮 嚇死 媽媽的尿都快噴出來了 結果門一打開 這個夾在外面 好不好 檳榔城是真實的故事 沒有騙人 不是編的